大家好,这一集主要是来和大家聊一聊游戏的两点更新。 第一是神兵幻灵玩法,这东西今天突然就碰出来了。 神兵和装备一样,有仙、魔、妖、三个属性方向。 看来这将会是赤金品质的特色,个人非常期待武将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。 因为这样可以使到搭配更多变化,不会每个人的角色、武器都一样。 也增加越战的可能性。 更重要的是,这样本频道才有更多的题材可以出影片码,磕磕。 神兵幻灵的玩法目前还不清楚,在此恳求干爹赞助一把赤金神兵来做讲解。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,每升一星就可以得到一个灵力,升六七星可以得到两个灵力,总共是九个灵力。 而星图技能刚好就有九个,是否一个灵力就可开启一个技能,七星就可以开启全部技能呢? 如果是,那么刚刚说的什么三个发展方向什么的,就会马上被打脸。 不过个人还是比较希望是有选择性,更自由的玩法了。 军工商店新增道具,换灵石,换灵域。 老实说这个有点坑,军工本来就已经很缺了,现在又加了一个道具需要购买,坑就更大了。 我说这东西应该放在神武商店才更适合,你们说对吗? 第二个更新是秘星,觉得秘星成就全开,闲着无聊没事干的朋友们,终于有心坑坑一天了。 紫金秘星终于出场了,连带出场的还有五期秘星,惊不惊喜,开不开心。 这一次官方只更新了两个章节,也更新了秘星成就。 别看他只有两个章节,满星成就所需要的秘星值,却和四章一样多。 要留意的是,其中也有不少是需要金色武将秘星的,所以从今天开始,有多的金色武将秘星还是先留起来吧,别再拿去升星了。 紫金秘星的入手方式,暂时只看到军团拍卖友。 其手价也是区区的一万元宝而已,呵呵。 相信后续会加入军团盛宴等活动里。 军团拍卖也更新了几个金色秘星宝箱,分别是六千元宝的中级秘星随机箱和全金色秘星选择箱。 中级秘星箱里,有概率能得到紫金秘星,自认是欧皇的就买下去。 相信概率和红色秘星宝箱开金色秘星差不多,反正我是不敢买了。 至于全金色秘星选择箱,则是多了金色武器秘星可选择。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 有什么疑问,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询问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